可乐味道如何做到全世界统一 走进可乐生产厂 看到原浆不淡定了 经常喝可乐的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 为何全世界可乐的工厂那么多 做出来的味道却是一样的 可乐的秘方不是绝对的保密吗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可乐工厂 除了可口可乐总公司以外 都称之为可乐罐装厂 他们所有的公司都一个标准化的生产流程 其中关键的东西就是可乐原浆 可乐原浆是由可口可乐公司统一配发的 原浆的配方是绝对的保密 罐装厂拿到原浆以后就可以开始生产可乐 其中每一个步骤所添加的糖精等一系列东西都是固定的 有固定的剂量 一点也不能改变 否则会影响可乐的口感 而一罐原浆就可以生产上万瓶可乐 可口可乐公司每天将原浆发往各个子公司进行罐装 可口可乐现在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饮料 和其味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口可乐的秘方现在是绝对的机密 曾经就有人试图破解这个配方 虽说最后做出来的口感和可乐的味道非常相似 但是成本却是传统可乐的好几倍 如果按照三块钱一瓶售卖 估计很快就会破产 于是他们还是放弃了